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期我买的一些那种 全麦吐司的一个分享吧 然后不能说是测评吧 因为我也不太懂这些成分什么也没有去研究 然后我就是从它好吃不好吃 还有它一个热量的那个角度去给大家做一个试吃的分享吧 因为我最近不是 我最近不是开始健身了嘛 然后就开始会比较注意自己的饮食嘛 然后也经常做一些减脂餐吃 就之前有那个视频里面 大家有看到我买了很多的面包 然后就问我说会不会过期啊什么的 会过期 因为他们的保质期都非常的短 但是我为了说做一个集中的试吃和那个分享嘛 然后我就买了比较多的种类 然后都是我自己买 然后这些面包呢都是我自己买的 不是说什么赞助啊或者是别人寄给我的 都是我自己买的 然后我买了一二三四个款吧 然后那我现在就一个一个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那个试吃的那个感受吧 第一个要说的呢就是这个枣泥的全麦面包 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 它是偏甜的那种口感的那种吐司 然后它不会很甜 就是有一股红枣那种味道 我不是非常爱吃甜食的那种人 所以这种甜度的话是我能够接受的那种甜度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能接受的那种甜度吧 然后它是每100克970千焦 然后每100克970千焦的话 其实比我去面包店买的吐司的热量会稍微低一点点 我前段时间也经常在面包店买一些吐司吃嘛 然后也是那种全麦的 但它们的热量基本上都在1200左右 就是每100克 所以这个的话呢是970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喜欢红枣味的那种的话 把它当做一个早餐 然后配一个牛乳 或者是配一个什么其他的那种饮料的话 或豆浆啊 我觉得是挺方便的 特别是在宿舍的 不过它的缺点就是它保质期只有15天 那也比说你去外面买那种面包的保质期会稍微长一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第二个要说的呢 是一个叫西点符号的黑麦全麦面包 然后它的热量是每100克1046千焦 然后跟其实刚才那个枣泥的没有差特别多 然后也不算是特别高的那一种 它入口呢是稍微会干一点 因为它是那种黑麦全麦的嘛 但是那种软度的话呢也还是挺软 已经很努力的在吃了 因为我买了太多了 我没有想到 但是买之前我没有想到他们的保质期这么短长嘛 所以这给大家提个醒 就是你们买任何食品之前 最好认真地看一下它的产品简介 我有的时候买东西我不太看产品简介了 我就买了大概做下功课 然后看一下我觉得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就买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的话也还不错 还蛮好吃 但是它就是比较小袋 它也蛮多 就是它一箱里面也蛮多的 这个的话是20块钱一箱 一小箱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 我觉得水冷胆的话 这个饭宿舍我觉得挺方便的 接着要说的就是一个无糖的那个面包了 它这个的话就是非常硬的那一种 然后它上面有一点点黑白芝麻 然后这个呢就是那种吃起来比较干巴的那一种 建议的做法就是用烤箱烤一下 或者是用那种吐司炉给它盯一下 或者是用微波炉 或者是用平底锅给它稍微煎一下会比较好吃 因为它真的太干了 如果说你单吃的话 你会觉得说非常的不好吃 当然如果说你很喜欢吃那种非常干非常干非常干 非常干口感的那种食物的话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它是比较健康的那一种 就比起前面那两个的话我觉得它的热量会更低一点 而且是更加偏向于真的全麦面貌那种感觉 我看一下它的价格和热量是多少 这个呢就是这样一整箱 一小箱 然后我当时买了18块钱 我现在看一下它的那个热量是多少 然后它的这个的热量呢 是每100克932千焦 就是比前面那两款的那个热量都会低一点 就是真的是我吃的时候 其实现在你真的就是吃多了 然后你一般吃到那个口感你就知道说 哪些产品的热量是比较低的 再加上我自己现在开饮料店有做甜品啊什么的 就很多东西其实真的 就是你一入口你就知道它的热量高不高 然后对你减脂或者减肥有没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的话呢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就是看你们自己的喜欢的口感吧 接着要说的呢 就真的就是超级无敌全麦的一个面包了 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大猎八 其实我一共买了四款 然后有一个已经过期发霉了 就是那一款全黑卖的 然后大猎八的特点呢 它就是真的非常的全麦 因为它就是非常干非常硬 然后建议的那种食用方法呢 就是你买了以后把它放在冷冻里面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呢 把它拿出来 然后给切片 用烤箱去烘烤一下 或者用锅给它煎一下 就是挺多人推荐的那种吃法 但我个人喜欢把它粘蛋液 就是隔夜以后用那个锅去给它煎 就我之前的那个做饭的那个Vlog里面 也有和大家分享过 我觉得那个是我最喜欢的吃法 因为说实话 其实用烤箱那种烤的话 会比较上火一点 我是一个非常容易上火的人 所以我尽量都会避免使用烤箱 去烘烤我的蛋糕 有的时候我用那个多士卤去丁吐司 吃完我红了就会马上有那种上火的反应 然后我那个黑麦的是 真的是已经发霉了 我就给它蒸了 然后这一个呢是全麦猎八 然后它的热量呢是每100克185大咖 就不算特别高了 然后碳水化合物是每100克有45克 就是这个的话你吃起来 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全麦面包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口味呢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口味呢是白猎八 然后它的那个热量是每100克216大咖 然后碳水化合物和前面那个是差不多 都是45 然后它的保质7都15天 然后它都是建议冷藏的 我都没有冷藏我都放在常温 因为我的那个冰箱特别小 我里面又晒很多东西根本就晒不下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燕麦的那个猎八 然后它的热量是每100克156大咖 就燕麦和黑麦的它的热量是最低的 如果你们是真的是想减脂或者是减肥 或者是就是不想说吃太肥的那种吐司片面包的话呢 我真的还蛮推荐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大猎八的 如果你们吃得惯的话 其实常温的话放15天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是已经超过15天了 所以那个黑麦的就已经过期了 然后剩下这三个还比较坚挺 因为黑麦那个是我也是比较早拆开来的 所以就如果你们是选担在宿舍没有条件的话 我觉得就是你买了一个宿舍的话 你可以买一条两条 然后大家拼一下一周也差不多吃完了 常温饭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其实还蛮好吃的 就是你吃习惯了你就会觉得还蛮好吃的 我觉得重点是这个大猎八的价格也不贵 我看一下哦 重点是这个大猎八价格不贵 我当时为什么也会一口气买四种呢 是因为它四个十七块钱 就特别特别特别的便宜 500克然后四个才十七块钱 这不是就是平民哭学人党减肥的力气吗 又便宜 然后量又大 而且对身体也好 我觉得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最后 最后要说的三个 它其实不算全麦面包系列 是我去逛超市的时候 发现非常好吃的一个吐司面包 然后它是叫做亚加福 我觉得淘宝应该搜得到 我有买了它这个无浙糖的 然后还买了它的这个肉松的 就里面甲心是肉松的 还有榴莲的这一个 我觉得都很好吃 然后榴莲的这个呢 它是每100克1200多千焦 已经是超市卖的这种 有甲心的吐司里面热量最低的了 我有认真的去超市逛过 然后我看了一下 超市里面卖的几十种 这种就是这种包装的这种吐司面包啊 就它们的热量基本都在每100克1500千焦以上 所以这个牌子的那个吐司 是我真的就是对比了 看过了所有它们背后的这一个热量表和那个成分表之后 我觉得是最低的了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买回来后吃了以后 真的觉得太好吃了 然后我就昨天又去买了一些 还给我嫂子买了一点让她馋一下 然后她昨天馋了以后也觉得特别好吃 这个榴莲味的榴莲非常足 就那个味道非常足 真的很好吃 我早上吃了一片 整个房间现在都还是榴莲的味道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试一下这个雅加福 就是这个雅加福的这个吐司 如果说你们不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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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制的那一种健身达人的话 我就真的可以去试一下这个 然后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一个这个竖腰的东西 就大家肯定会想说竖腰对身体到底好不好 就是对你整个人就是比如说瘦肚子啊 瘦小腹啊有没有作用 其实我个人觉得竖腰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去帮助你矫正你的那一个习惯吧 就像我去健身嘛 我的私教就有跟我讲说 你平时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要瘦小腹 然后不要把肚子给挺出去 我经常容易就是这样的时候 就因为腰没有力嘛 然后小腹也没有力 就整个人的那个胀子 就会形成一个这种肚子在前面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个形状 然后这样久了久之呢 你的小腹就会越来越突然 你的屁股就是会越来越没有形状 然后正常人的胀力 都是一个比较直的那种胀力的形状嘛 我会用这个竖腰呢 我其实主要作用就是让我平时 白天的时候在站着的时候 它可以帮我起到一个辅助的 帮我的腰和我的小腹这样子 给它竖着的那种感觉 我不是为了用它来减肥或怎样 而且其实它一天也不能缠时间的带 所以你就是带一个五六个小时啊 或者三四个小时 你就是每天让你自己有一个那种习惯吧 早上带比如说中午带 然后你吃饭的时候就不要带它了 我个人觉得说你每天带一个几个小时 让你的身体就有一个那种习惯吧 然后就像习惯了之后 你胀了之后就不会老是这样子 这样子胀 就这样子让它特别臭 我每次站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 自己的站姿真的特别的丑 所以我觉得树药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辅助你去矫正你的一个站立的姿势吧 我觉得是这样 还有就是给你一种那种 你在收小腹的那种习惯的感觉吧 就如果你带久了之后 你其实你自己在站的时候 你去收小腹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累 像你平时如果没有收小腹习惯的人 你要收小腹的话会感觉特别的累 我的私教也一直跟我说 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站立的时候 都一定要记得收小腹 站着你的腹肌啊或什么的 它形成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那种习惯吧 他就说我平时就是没有收小腹的习惯 所以站姿又特别的扯 反正你去上私教课以后 你就会发现你身体有非常多的问题 就是站立啊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以上这一期就是我的一个 就是淘宝买的和超市买的一个吐司的分享啊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 然后这个树药呢 我是找一个小妹子买的 然后也不是说什么特别大的牌子 因为我觉得其实树药它的作用都差不多吧 就是起到一个给你矫正的作用 然后只要它稍微透气一点啊 然后那个型号是适合你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了 然后面包啊树药这些那个链接 我都会放在下面给大家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